全球当铺总经理潘贯玉和市民代表谢豪杰 来到华联市清洁队捐赠了300箱的瓶装水 由市长温嘉杰代表接受并且去证感谢状 潘贯玉他表示说很感谢清洁队员致力在市容清洁工作 尤其疫情期间他们还不眠不休再投入清销 因此借由捐赠瓶装水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关系清洁队员的辛劳 300箱的饮用水一大早送到了清洁队 市长温嘉贤协同清洁队长吴沁展 向全球当铺总经理潘贯玉和市民代表谢豪杰 表达了感谢之意 我们可以看到清洁队员平常在 不论是刮风下雨或大太阳 都要冒着这样子一个天后的影响来出勤工作 那我们工作的项目也是琳琅满目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热天 最近也是大热天的情况之下 其实队员在喝水的部分用水的部分 确实会比较多一点 那其实有时候饮水机都还来不及煮好 那队员就必须要来喝矿泉水 来补充一下自己的水分 那谢谢我们夏小姐代表 跟我们全球当铺的潘总经理 有看到我们清洁队辛劳的这一点 那也特别捐赠了300箱的矿泉水 也希望我们队员都能够时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时时刻刻来补水 那继续为我们所有民众来打拼 这一次捐赠是透过市民代表谢豪杰推荐 让友善心意举的业者能够发挥回馈社会的企业精神 其实一直透过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民间友人 然后跟这些像潘总经理企业界的朋友 那他们都是平常就是很长期在做一些 帮忙协助关怀弱智 那这次也是看到清洁队 那长期在不管是最近的疫情也好 那清洁队平常重大的热天气 那他也有问过他有没有什么 还有哪里可以需要帮忙的 那我知道清洁队在不管是白天 或是晚上都其实每天都是很豐满的工作 那我跟他说清洁队这边可能比较需要水 二话不说就说捐赠300箱的水 因为近期常看到清洁队在那个室内这样子 为大家服务啦 然后就是做一些清宵的作业 看到清洁队的人员非常辛苦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一点点的力量 然后来帮助清洁队 300箱瓶装水可以让清洁队员在外 辛苦工作时有足够的水分来补充体力 避免因为高温曝晒而缺水 而总经理攀冠于 他也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呼吁更多的企业社团来关心辛苦的工作人员 这里会换视报道